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贴上春联 尤其今年虎年 虎虎生风如龙四虎等吉祥话 都是今年春联常见的用语 但是你有看过像这样子的春联吗 伊拉虎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I don't know 那那个伊拉是他们的什么意思 大大的新年伊拉虎字样 还结合了一些图腾美边 究竟这个伊拉虎到底是什么意思 让立伟陈寅来解答 一边跑行程一边跟助理聊天想想 因为我们常常在欢呼啊 所以就想到那个虎年 我们就想一个伊拉虎这样子的春联 我觉得idea也很好啊 对啊 因为你看 我刚刚没看到下面 但我看到你这个我就知道 这个可能跟它有关 春节就是想来点不一样的 还真的大大吸引民众目光 在过年前夕 陈寅办公室印制三万份伊拉虎春联 几乎索取一空 陈寅表示之后几年 还会再用力想新的拜年用语 而关于虎的新年用语 部落还来这一招 忽悠 呼尼纳路湾 现在连红包带也要大玩谐音梗 其中最受大家注意的 就是这款呼尼纳路湾红包带 其实这也是部落青年 偶然从歌谣中发响 设计的商品成功 引起大家共鸣 可能年纪吧 因为年纪也在12月 然后在刚过也没有多久 然后年纪很多歌里面都有这样的词出血 那有一些汉人朋友可能就是有来参加我们的年纪 然后这样节约然后认识 红包带同样被抢够一空 拿到的民众还说舍不得包出去 甚至要拿来做纪念 族人要语融入纯洁用品 并大大吸引民众目光 更添十足情节感 原始新闻 RS伯良立法院台北市台东碑南采访报道